朱哲明 我们公民交易委员会 因为主任委员吴秀明请假 我们副主任委员邱永和 还有我们的主任秘书新志忠 中俄规划处的处长许淑姓 服务业竞争处处长吕玉琴 还有制造业竞争处处长张恩 公平竞争处的处长胡光宇 法律事务处处长吴翠凤 资讯及经济分析室主任郑嘉林 秘书室的主任佐天良 人事室主任周威廷 主纪室主任李美琪 政风室主任张光志 还有我们现在到现场来我们吴秉锐吴委员 好等一下我们委员一一到现场 那也咨询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认识 好我们现在先请林主记长就本次的审查机关的单位部分 做简要的一个报告 此时各位委员大家早 今天就中华民国103年度 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内 有关公平交易委员会结算的审核情况 二要报告如出 公平交易委员会本年度税入结算审定是7400多万 叫预算少说来有1亿8千多万元 主要是因为判决确定的财法收入 叫预算是减少 税出的结算审定数是3亿3千多万元 剩余有1300多万 主要是论事会的结疑 在公平交易委员会我们在103年度 针对竞争政策资料及研究中心的使用力 再继续督促他们来研究改进 那公平交易委员会为来提供 国内外各界有关竞争政策 与竞争法的研究信念 那么在台北市中正西的华山商务大楼 有租了300多坪的土地 设置竞争政策资料及研究中心 不过这个在我们部里面在95年还有100年 在两度财务搜出抽查的时候 都发现说这个竞争中心 那么它相关领域的使用轮的使用频率 偏低到100年也没有看到显著的增加 所以两数请该会来研提具体措施 不过追踪结果呢 104年度竞争中心使用的接轮数 已经上升到2000多人数 另外这个中心已经在105年1月4日 搬迁到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别洞来办公 所以在这个租金追快已经不再 105年度已经不再编列 除外呢在近年来我们本部尊对 这个公交交易委员会办理这个相关业务 那也在竞争都有提出查核意见 经追踪结果 在这个查局业者联合 垄断这个行为追快呢 那我们发现它已经每年都有这个成效 其实这个主机总数统计 105年4月份 这个物价主数较3月份有上涨0.3% 1到4月份的这个CPI呢 也较104年度上涨 所以我们接着在追快 有关这个二组这个民生物租 红台物价追快呢 有待继续来精进强化 主要在多层数的这个传销管理方面呢 那这个该会未来建过完整的 多层数传销管理法序 从民国94年度开始呢 沿尼相关的这个法案 作为重要的一个输入计划 经追踪结果呢 在这个法案已经在103年的1月14号 来通过这个多层数的这个传销管理法 那到104年底为止呢 已经处划了61件 处分61件違法案件 并且已经在103年12月29号 成立财产法人多层数传销保护基金会 另外在这个业者联合行为的这个进驻方面呢 那我们也追踪在国民交易委员会 这个耿细立案调查各项联合行为 在101到104年度总共处分了43件的这个违法案件 除了在不动产交易的管理方面呢 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更西立案调查 不动产交易市场违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况 到104年度为止 针对不动产业者稀微不俗 或是隐伦错误广告行为及这个趋务行为呢 有处分了500多件及100多件的一个违法案件 以上是就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监的审核报告 有关公平交易委员会结算损的情况 跟以前年度的这个意见的最终情况 作为了报告 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多多主教 谢谢 好我们现在开始答询 那委员会先做如下的宣告 一 每位委员咨询时间8分钟 可以延长2分钟 我们10点的时候 上午10点截止登记 我们现在请登记我们第一名第一位的黄国昌委员 来 请 谢谢主席 是不是可以麻烦请公平会邱副主委 副主委请 那那个 公平竞争处以及法律事务处的处长可以随同 好 两位请 来 委员好 副主委您好 还有两位处长早 副主委我知道您专攻的 是有关于在经济领域 那我下面这个问题可能跟法律有关系 所以我请您两位同仁上来 那我等一下接下来问的问题 两位同仁都可以随时协助副主委 我想过去啊 我想过去啊这几年啊 整个台电啊 跟一些民营店厂彼此之间在购店的时候 他们所存在的 不合理的契约 而且 导致了这些民营店厂 在过去几年当中 获取了非常巨额的暴利 在整个成本下降的情况之下 还是用原来契约的价格 再把电卖给台电 那这件事情在本院其他委员会 提出咨询了以后 公平会在去年 有交一份专案报告 到立法院来 那份报告啊 我详细啦 拜读了 那从 你们所调查的 那一段时间的联合行为 也就是 这几家业者 总共应该有九家的业者 他们联合起来 不跟台电按照七月的约定 去进行有关于店价的协议 在这几年当中 他们分别所销售的金额 从上千亿到数百亿的金额不等 那公平会 接下来 在整个财阀 以及在整个处分 目前所进行的阶段 让我对于几件事情 有一些困惑 我可能要请教一下副主委 还有两位同仁 你们在第二次的行政处分的时候 第一次数院 打别人处分撤销 你们做了第二次的处分的时候 你们在第二次的处分的时候啊 你说 考量这九家民营店厂 在你们进行调查的时候 已经立即停止 共同拒绝与台电进行协商的行为 具有俊毁的时据 也配合调查 然后达成以为损害的补救措施 等一切情状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你们除了就就法的时期 把他裁剪 罚还之外 另外 就有俊毁时据配合调查 各减除三分之二 或三分之一的额度 予以论除 就是先扣了2500万 再扣500万 但是在你们接下来的整个行政诉讼的程序当中 行政诉讼相关的判决书我全部看完了 我看那些业者他们在行政诉讼当中 还是提出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理由在 在争执这件事情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们所认定有俊毁时据指的是什么 到底是哪一家业者有什么样子的俊毁时据 让你们作为这个罚还裁剪的事由 主席还有黄委员 我是制造业竞争处的处长 原本这个案件是我们处里面承办 所以我来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有关于这个俊毁时据或圈毁时据呢 最主要是第一次行政院的诉论会撤销的时候呢 这个我知道 现在我的意思是具体的事实啊 他们俊毁时据的事实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说后来呢 他们也在都迅速的 那么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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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电公司呢 重新在议约了 这个是在后来的时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后来查到相关事证以后呢 他们在这个卷 这个卷里面 原则上也都没有否认 这些所谓他们进行的 等一下喔 我们一家一家来喔 现在这里从麦寮 电器厂一直到新原 这九家工厂 这九家公司 有俊毁时据的 你讲的是哪一家 因为我在行政诉讼的判决 相关的判决里面 看到法院的判决书 在援引他们抗辩的理由的时候 其实我看不出来 他们有什么俊毁时据啊 在接下来的行政诉讼过程当中 针对你们最后所做的处分 有任何一家业者 没有提起行政征送吗 应该是全部都有提 全部都有提行政征送嘛 那在行政征送的程序当中 他们不是还是继续的说 他们没有任何联合行为吗 不是啊我现在好奇的 就是这个俊毁时据指的 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部分呢 我们最主要是说 也一方面特别考量 他在我们处分之后 处分之后呢 跟处分之前那个时候已经 要几乎要完成跟台电的这个议约 那后来呢他们就完全都完成议约了 全部 九家全部都 针对有关于构价的成本 要如何调整 全部都调整完了 你确定吗 就是跟台电又重新 达成了议约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啦你现在是讲的是 你有没有去协商的事实嘛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看说台电 是不是按照本来原来的契约价 和不合理的 在高价收购的那些电价嘛 那那个都是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事情是说 当初你们在做喔 这样子的认定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俊毁时据 跟我在行政法院所看到的判决书 我的感受对比啊 非常非常的强烈 下一步啊是 你们第二次裁罚的时候 个别裁罚的这些金额 总共是60.5亿元嘛 后来你们做了这个裁罚了以后 行政院 苏院委员会 针对了你们这一次的裁罚 又做了撤销的处分 对于行政院这一次苏院委员会的决定 你们服不服气 他撤销之后 我们又重新再做了处分 对啊我现在问你的是 你们回到会内以后 因为我知道公平会里面很多法律人才嘛 最近这几年高考很多 成绩很优秀的都到公平会去服务 针对苏院会 因为苏院会喔 总共 针对 你们每一次裁罚 他们就撤销 每一次裁罚 他们就撤销 针对你们已经按照个别的情况调整以后 这一些裁罚的金额总共60.5亿 因为之前当这个处分出来的时候 被行政院数月委员会撤销 有人指控公平会在打假球 相关的报导我相信你们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你们在整个调查案子的过程当中 那么所提起的苏院予以驳回 但是当然有关于金额的部分 后面的诉讼的情况我都了解 这个是你们做的第三次的处分 我大概你们 我从你们裁剪的数额可以看得出来啊 你们对行政院那次数月委员会的决定是非常不服气啊 有一些没有动啦 有一些是少了大概 0.07亿大概就700万 然后200万 600万 800万 900万 整个最后裁罚的金额还是60.07亿嘛 这个是你们最后第三次的时候 所做出来的处分嘛 行政院现在停止审理 因为他说那个原来的联合行为的案件 是不是成立在行政法院诉讼当中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就是今天为什么在这边问你 行政院到底支持不支持你们 他要停止诉论的理由是因为实体的部分 还在行政法院诉讼嘛 那我想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如果这个构成理由的话 为什么第一次诉论的时候就不停止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行政征送啦 你在做第二次的处分 他到第二次诉论决定的时候 他还是把你撤销 他没有选择停止啊 那个时候本案实体的行政处分也还在行政征送程序中啊 那如果这一次的停止的理由是对的的话 停止诉论是对的的话 那这个行政诉讼早就 开始 这个行政诉讼早就开始进行啦 你贴懂我的问题吗 但是里面 这个是因为行政院的决定 而且里面他也有 行政院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行政院是觉得撤销两次以后 找不到别的理由可以撤销了 所以帮他们把整个诉论程序停下来吗 行政院是谁做这个决定的 这是诉论委员会 下一个问题喔 你们财罚的罚还开始执行了没有 都有交钱 钱全部都交了 分期付款的 按照那个相关的规定 分期付款 是的 是行政执行署 让他们分期付款 还是谁让他们分期付款 依照这个行政执行的这个规定 就是超过一定金额的话 可以做这个分期付款 现在交了多少了 他们都分六十期在交 分六十期在交 每一期都有交 现在交了多少 是不是事后 我们的主席 现金部分已经二十亿了 好 我现在要跟公平会讲一件事 这件事情你们查得很辛苦 这些联合行为 绝对要继续的坚持下去 我希望公平会能够站稳你们的立场 绝对不可以像这一些 根本就是从纳税人的身上 在吸血的业者 做任何的让步 坚持你们的专业 副主委可不可以承诺 可以 不好意思主席 再见三十秒 最后一个问题就好了 因为你们这一届 公平会 你们在违反公平交易法的处分 你从2013年开始 就是你们上任那一年 214件 150件 144件 每一年都在递减 处罚环的件数 206 147 142 加数 313加 204加 192加 每一年 全部都在递减 那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我们目前台湾的经济市场 不公平竞争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是值得可喜的现象 还是我们主管机关的查获率降低了 副主委您的意见是什么 我想因为每一年 那个案件来讲的话 情况不是都很像 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对于 整个那查处等等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很积极在 在运行 在做 那事实上我们也开始 多做一点先导 让我们在 为了在查核的模式里面 这届公平会的任期 到明年1月左右 那我希望副主委 还有全体公平会的委员们 看到了这个数字以后 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市场 发生违反公平交易法的行为变少 然后整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提升 还是在查货的时候 在查货率降低 这个 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回答 但是我看到数字 我提出这样子一个合理的问题 所以请公平会的委员们 还有所有的同仁们 大家一起加油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你们在查器上面 人力不足 资源不够 该说的就要说 因为你们是站在第一线 捍卫消费者权益最重要的关卡 你们那边如果没有把关好 你们那边如果没有做好 受害的就是全体国民跟消费者 从这整个电力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例 所以我一方面肯定公平会的 在这一次电力联合行为 查处的行为上面 你们的努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提出这样的数据 那请公平会的同仁 再继续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接下來 我们请吴炳瑞委员咨询 委员请 主席麻烦请公平交易委员会 邱副主委 来副主委请 委员好 副主委刚刚 我有听到省记长的报告 那我先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104年度 那因为他刚刚的那个报告结算 跟这个 税入跟税出都是103年度 104年度 公平会对于这个 违反公平交易法 还有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的 罚 罚款的金额 剑数总共多少 我的资料上看到的 处分了129件 发出144件的处分书 发源的金额 到达五十六亿八千六千零八十九万 是不是这样子 你连你们104年度 裁罚的件数跟金额都不太清楚 对 就104年度 处分了37件嘛 那不处分101件 不是喔 我问的是公平交易法 还有多层是传销管理法 我的资料上面 你们有144件的处分书 罚款金额到五十八亿 六千零八十九万 然后 累计前面几年是总共 金额到达147亿 七千五百九十万元 我要先离经这个事实 才要问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103年度之前是很少嘛 不然 税入 只有列两亿多 而且执行只有六千多万 那刚刚 沈记长的 表达是说 因为 很多是 预估的收入 像你刚刚回答黄国昌委员 光这个电力的这个财阀 你们到现在就已经 分期付款收入到达20亿了 你们现在税入的这个金额 这样是什么一回事啊 为什么落差这么大 因为我们在编入那个税入来讲话 当然都是以那个 我们确定 就是所谓的判决确定以后 才作为我们税入嘛 所以有时候像那个民营殿长啊 或最近来讲话 公平会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啊 81年成立 81年成立的 那你以前几乎 那你意思说103年以前 几乎没什么案子嘛 你知道你的税入编列预算数 两亿五千七百七十八万 实现数六千三百一十万 一个有这么大财阀的机关 一个年度 才总共净收入六千多万 你是说你要判决确定 你才算缴纳收到才算 同意啦 这个辩论他是同意 那你103年的这个财阀 总共收入六千多万 就代表你那个绩效很差啊 因为是逐年累计 你又不是102年101年 才成立的机构 你了解我的问题吗 对 但是我们 这几年来讲 前面几年来讲的话 就是说 比较没有大的案子 那 几年几年没有大的案子 我跟你讲 光是油品的联合垄断 是多久的时间啊 103年度 今年是民国105年耶 去年104年 前年103年耶 刚刚讲的这个电力的联合垄断 是100年101年就 就在财阀的事情耶 沈记长沈记长 请沈记长上台 来沈记长请 沈记长你在台下 有听到我问的问题吗 对 税入 照你刚刚的讲法 我同意这个辩列方式啊 预估数跟实现数距离很大 是因为要等到 执行确定入贷 才算收入 这个OK 那问题是 刚刚你有听到 黃國昌委员的咨询 跟我的咨询喔 累计财阀 60 一个年度就将近60亿 然后历年来 累计147亿 结果你的税入数 一个年度的编列是2亿5千万 实现数是6千多万 公平会不是民国102年才成立的器官啊 你刚刚听到民国81年就成立啦 那如果以 我以前当法官这样的情言 你都判决确定 到案子开始采访到判决确定 顶多帝延个三四年嘛 从这个地方证明到民国 98年99年的时候 不知道在干嘛在睡觉啊 你了解我的问题吗 对我知道 那你成绩不觉得奇怪吗 他刚刚那个电力的案件 他就裁罚了60亿 当然那个还在宿院 还在这个行政诉讼当中 还不能列入 但是难道公平会 从这样来看 103年度的往前推3年4年 没在做事嘛 因为你公平会做主要的职权 就是在查这些不法的联合垄断 跟不法的多层次传销 那对于这种不法的手段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击这些不法 那你打击不法最直接手段就是财罚嘛 不然你看公平会 最重要的业务难道是做业务宣导吗 都把各个厂商找来 跟他们尊尊教诲说 不可以有联合垄断行为 应该不是吧 所以财罚是公平会 一个最重要的武器 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啊 那你看看你 我是 刚刚看到这个预算数我是很纳闷啊 一个这样子的中央机关 他一年度的预算 税率预算才2亿多 然后实现数6千多万 公平会有多少员工 他光税出是 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啊 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有了解过吗 你有了解详细吗 是的在 我们是监督预算组行 那么在看得出来就是 就是委员所提的没错 在他103年度 那么数据上的这个族行的一个成效呢 跟当初预估的这个预算 有很大的落差 这个明年 我们还会来省这个税入 你把它了解清楚可以吗 好不好 沈机长我拜托你 你可不可以了解清楚 有没有办法了解清楚 好那么我想他税入 他会有一个估计数啦 估计数包括说 参考以往年度的一个实际的族行 你刚刚有听到 他到现在光是那个店的那一个 那件事情的财法 他已经收入20亿啦 那20亿的税入在哪里 这个在还没有确定之前 他们是挂在一收款 到103年度为主是有一收啦 6亿多 那刚刚好像说 目前已经有一收啦 因为你们这样子的编列 让你们这个 预算的这个编列方式 让你们的工作绩效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这个方式我觉得要检讨啊 好副主委公平会最重要的武器 其实是要裁罚不公平的联合垄断行为 竞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所以法律给你们一个裁罚的手段 你们最重要的业务也是这个啊 对那个委员 跟在跟委员报告一下是说 其实我们到101年以后 我们事实上修法 把那个金额各方面来讲话抬高 所以后面的那个金额会 会越来越高的一个现象 那这之前可能就是会都会比较低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存在 对啊你看你看 我现在举个例子 累计的 维持主份罚还的金额 累计到147亿喔 结果你到现在 这个当然是到现在105年的统计啦 103年的税数资料上面 你一年再编列2亿多 然后实现数才6千多万 这个是远远的 远远的不成比例啦 希望 我明年还会看啊 我明年还在喔 看看你到底 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好另外喔 我要跟你提的 那个省记者请先回座喔 我另外要跟你提的 联合壤断 不是刚刚黄柏昌讲的 那一个台电的 那个电力的行为而已耶 是 油的行为也是身为社会诟病啊 这个台湾只有两家嘛 一个中油 一个台塑嘛 对 为什么他们的油价是一步一驱 几乎都是只有差一天公布 甚至有时候同一天 然后涨的金额 跟跌的金额 基本上很靠近 偶尔耍个小炸 这一次我多降一毛 下一次我少降一毛 頂多就这样啊 那国人都认为这是壟断行为 只有我们公民会的感觉 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台塑跟中油这件事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都有在立案调查 这也是说我们每一次来讲话 都在观察 那在之前我们也划过 那这几年来讲话 因为我们本身 也跟经济部这一天 就去做一些讨论 那目前来讲话 他按照一定的那个 变动的一个惠例 本身在执行 所以实际上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每一次还是都会去 立案调查 每一年都会做 这个调查应该 你们要深入到什么地步 不是光看他表面的价钱 要看他 产品造成之后所产生的成本 跟他的售价 如果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卖60块 假公司的成本是40 以公司的成本是30 但是两个都去卖60块 我个人认为那就有鬼了 真正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 当然你说两家都是寡散 要完全竞争很困难 真正的竞争是 如果我的成本是比你少 我的价钱应该要卖得比你便宜啊 这理所当然的嘛 不然我从中继续 獲取了暴力就变成说 因为这个垄断少数 所造成的特别利益啊 所以要深入去了解 它的价格的产生的原因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看看中间 这种要利用这种寡赞 然后去获取暴力的公司 才是真正该谴责的 是不是 我们都一样 就每一年我们都会深入去了解一下 好那希望能够加油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奶粉 进口奶粉 我们以前问的奶粉高涨 柴委员还特别痛过 把那个关税降低呢 结果那个奶粉的联合壟断的行为 还是 我们不用为有多少的改善 这个也是要加油的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谢谢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张明忠委员咨询 张委员请 主席 各位委员 麻烦请公平会邱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请 委员好 副主委您好 请教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跟哥伦比亚签订的竞争法适用了解备忘录 什么时候签的 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因为那个105年2月我们跟哥伦比亚讲话中止 但是我们签的话去年10月签的 对去年9月完成签署是不是 对 那现在已经确定中止了吗 对 今年的2月5号 2月5号 4月14号 4月14号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哥伦比亚是说它是以一个中国原则里面的方式来中止这样的一个区 因为一中的原则所以他们终止跟台湾合作的了解备忘录 那其他国家您预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 目前我们有跟八个国家签署了备忘录 那目前这样的模式应该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 是 所以是因为一中原则之下 他终止了我们跟哥伦比亚的合作 是 我希望公平会 我相信您跟中国大陆也有相关的合作关系 是 要透过合作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表达抗议 公平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会尽力来做这个事情 是 好 接着跟你讲一下请假问题 您对整个产业的低价恶性竞争 在公平法里面能不能做相关的处理 低价恶性竞争 而且是连续性的低价恶性竞 公平会讲话本身对于低价这个部分 基本上讲话我们当然是 看的是说如果他在一个独占力量 就是说在市场的力量 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对于低价来讲话 我们多少还是会去 思考说他本身这种低价来讲话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来看 那假设是因为整个市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国内的金融市场 像银行国内有38家 那有一些银行 采用低利率的方式 恶性低价竞争 请教公平会会不会管 基本上我们有二十条本身来讲话 低价利用的方式 或不正当的方式来讲话 我们从事这种竞争行为的话 我们当然就会管 那我提到的金融机构的部分 比如说有一些年贷个案 他可能是1.1和1.2 1.2左右的利率 1.2 1.3 但是他的存款都超过这样的利率 像这种类似的情况 公平会来看他合不合理 因为基本上一个贷款 他必须要考虑他的资金成本 要考虑他的风险成本 要考虑他的管理成本 那假设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 以低于这三类的成本 在做低利的长期的恶性竞争 公平会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表示过意见 就是说其实我们最主要 公平会这边最主要还是在看说 他的这样的方式里面 他的市场力 到底够不够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架构 如果他会影响 我们当然就会介入市场去做 不然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尊重金管会 他本身 他的那个行政主管机关的一些原则 好 您提到的是尊重金管会 那假设金管会透过行政命令 不修法的情况 透过行政命令 改相关的法规的话 进入来介入处理 他的低价恶性竞争 有关银行 或者保险 或者证券 相关产业的地价恶性竞争 公平会有没有意见 那个行政命令 不是 我已经给您提到了 金管会修自己的行政命令 借入处理 他的低价恶性竞争 公平会有没有意见 我们当然还是会有意见 去跟他协商这些事 因为毕竟来讲话是说 只要能违背我们20条的话 我们基本上还是会管 另外我给你讨教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像会计师法 像现在会计师 因为公级大于需求 那常常用低价的方式 那金管会曾经尝试 要修会计师法 限制会计师 不可以用低价来抢 你看 现在造成整个会计师的品质也好 或者他薪资也好 服务品质大量降低 假设修会计法 会计师法 定定他不可以低价 来抢起相关的业务 公平会有没有意见 公平会 但目前对这个事情还是有意见 因为 其实我们不希望工会或任何 不是工会 你都误会我意思 工会当然不诞成 现在我们要计算 建筑师法是有 我们到目前为止 原则上还是一样 就是我们不希望说 那为什么你读会会计师 工程师 为什么会计师不可以 你会跟我讲 那是早期的立法 对 因为他早期立法 公平会之前 他就已经设了 好 好 这个问题早改天再跟你讨教 好麻烦请主计长 谢谢 主计长请 跟主计长讨教一个问题 过去 过去 过去主计总处 再预估经济成长率 都非常非常的不准 我举个例子 跟您报告 去年 第一年的预估是 第一次的预估是 3.51 最后是多少 最后 今年整年整年的预估是 2.7 第一次预估是2.7 现在最新的预估是1.47 1.47 那第一季 如同您刚刚讲的是 负的0.84 0.84 那请教主计长 今年您预估会多少 我们希望是说 能够 在努力之下 能够尽量的所谓的 保衣 尽量的保衣 那我跟委员报告 目前因为 为什么会不准 它最主要的是 商品跟劳务的输出 都是一个负的成长 以及资本门的支出 也是负的成长 那我们最近的资料 显示出来 劳务的输出 虽然价格是下跌 可是实质的量是增加 对我也知道 因为台湾是一个 对外贸易程度 超过百分之一百的 贸易型的国家 您在做统计 在预估上 非常的困难 但是也不能差距太大 到时候您统计的 你都在公布的 精具成长力 只供参考 所以我希望您认内 能够强化 这方面统计的 易估的能力 谢谢 所以再问您的问题 今年保衣 有没有问题 我们期待 不是期待 您用的是用形容词 我要的是精确 您不是用期待 有没有可能 我们5月27号 会有国民所得的评审会 那我们委员 大家 这个共认以后 我们就会公布 你跟院长不同意见 你表达 你不同意 不同意院长的意见 院长已经对外宣布 保衣有困难 是保衣恐怕做不到 您是 您的意见是 还有可能 期待 你不跟我讲用期待 你假设用期待的话 你就不能站在那里 我不骗你 对 我必须说明一下 商品以老务者输出 我刚才提到 它是价虽然是下跌 可是量是已经上涨 就代表实质量的话 我们发现已经上涨 而且最近的工 所以您是 纠正院长的讲法 我没有修正他 你跟他说 保衣是做不到 恐怕是有困难 但是您认为 还有可能做得到 对 所以我是会提供给他资料 因为 所以您的意思说 院长以前拿到错误的资料 所以发表不净切的数字 没有这种衍生 没有这种衍生 简单讲 您跟院长有不同的讲法 没有不同的讲法 因为我刚才是说期待 期待 跟主帝长讲 您在那个位置上 不能用期待 您是要用精切的数字 告诉大家 保衣有没有可能 我们统计的话 是会 就是因为跟着国际的数字 会随时修正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 就刚才委员所讲的 我们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 进出口超过百分之百 所以那个的影响因素很大 不是说完全可以 由我们能够说 估计到准确 我要问一个问题 保衣有没有可能 我还是一句话 我们可以是怎么样 期待的 您真的要站在那里 不能用期待的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请奈士保委员 执行奈委员 请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先请一下 主机长 主机长请 恭喜你 麦克风挤一下 这个 恭喜你接主机长 但是当然 谢谢 也有点替你遗憾 当初说财政部长 应该也是你啦 插肩阿过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许部长比我更适合 你还真话说话 你以后也有可能做部长 我没有 你的上一任 你的现在的老板 李英全 以前就主机长了 他主机长做的 虎虎身丰 他就讲了一句 自理名言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现在你自己有没有名言 自己对自己的期许 他就十八个字 就别人都会跟他要钱 因为你是管钱的 管钱怎么去啊 是不是 而且我看到了 你已经对外讲了很多话了 对不对 包括说 苗栗县政府没钱 不用账 没账 你 我必须说明一下 这个媒体这样写 我不是讲那句话 因为记者写的 跟编辑的标题不一样 因为我是说 借钱给他 我没有预算科目 没有啊 你看啊 如果苗栗县再来借钱发薪水 中央不会借 那个是编辑写的内容 跟那个 我以为说 林权就是说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朱泽民点两点 借钱通通都没有 可以吗 你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吗 在大院所審过的那个 遇上科目里面 没有说中央可以借钱给地方的科目 是嘛 所以我讲没错嘛 所以借钱没有 因为科目没有嘛 就是这样嘛 或者因为没有这个科目 所以地方政府要跟我借钱 门都没有 窗户也没有 调度是可以的 调度是可以的 融资可以喔 他不是融资 调度可以 调度科目有吗 科目有吗 请问你科目有吗 科目没有 科目没有嘛 没有是把那个 一般补助款 他可能是年底的 可以先 可以先移 移资过来 但那个不叫做借钱 那个只是调度 调度跟借钱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疼不 这个玩文字游戏啊 我钱没搞 我知道主机长很有钱 跟你调一下 跟你调个2万 后天还给你 那不是跟你借钱吗 借钱跟调度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想法呢 你调度跟借钱有什么不一样 先给你 又还给我 他在同一个年度内 在同一个年度内 而且依照公共债务法的规定 他在同一个年度内的话 他不是那个所谓的公共债务法的债务 对嘛 但是 请问你喔 我们就讲白话文好了 苗栗真的很辛苦 不止苗栗辛苦喔 南投也辛苦啊 有些县市 平都很辛苦啊 哪个县市好 没有县市好过的 都很辛苦啊 對不對 舉债也都很高 高雄是舉债第一啦 是不是 他们如果来跟你借钱 通通没有 我刚才讲的 我没有那个预算科目 我不能够去 说他是超过一年 我去把他接出去 但是他一般补助款 我可以把 那个是 同一个年度里面 我可以 给他提前拨 就以反救急啦 对 对不对 就是未来给你的 我现在先给你嘛 很像有些 有些员工啊 钱钱开掉 不然钱钱开 老板借私一下 意思是这个意思啦 对对对 这样可以 是不是 这个现行就可以 现行就可以 现行可以 我听到陷阱呢 所以 所以就是 借钱没有 调度可以 对吧 调度的话 要在他的一个 我知道啦 他的调度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林权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然后呢 朱泽民要说 借钱没有 调度可以 这八字你同意吧 我尊重委员的说法 你同意不同意 我这样讲嘛 刚才你讲 我替你整合一下 你讲的啊 你讲文言文 我讲白话文 尊重委员的说法 同意不同意 你说 应该可以接受 应该可以接受 对嘛 就是 所以我跟你讲 没错嘛 因为客户没有嘛 所以借钱没有嘛 但是你要跟我调度 我先给你用 後面先跟你讲 那就小心喔 同一个年度喔 同一个年度 那你小心喔 你会变成隐吃卯粮喔 要小心最低喔 您说什么 隐吃卯粮啦 隐吃卯粮 不会因为在同一个年度 通通是隐年 第二个喔 跟你很有关系的 我想这个你是专家啦 我们现在的一年预算 将近两兆嘛 是的 法定支出多少 法定支出大概是七成 七成 而且每一年增加一趴 換句话说 假如没有修法 我们下一次七成一 在一年度七成二 每一年一趴 我们统计过 而且这个是我跟 前任的财政部长张胜河啊 就在这里 彼此confirm过的 每一年一趴 每一年一趴 換言之 我们大概二十年左右 最慢三十年 中华民国的预算 就百分之百是法定支出 也就是说喔 你这钱收起来 全部都给出去了 因为按照法定 这个支 那个支 然后 业务费用一毛钱也没有 什么通通都没有 计划也都不要做 因为法定支出 依法要支出的 请问主席长 我觉得这一点喔 你可能要尽早跟社会大宗讲 在你当主席长 因为你的头脑非常好 我知道 你的口才也不错 谢谢 各方面都很厉害 所以你要不跟社会 讲社会听得懂得 你要叫巧户难尾五米之吹 但是你这个巧户就有办法做 你要说一下吗 你准备怎么做 现在法定支出区程 每年最少增加1% 1到1.5% 20年到30年之后 百分之百都是法定支出 请问如何改善这个事情 我们会再次说 我们也希望大院 在法定的那一个科目 就是说 不要说太限定 某些支出 一定不得低于多少 某些支出 不得一定多于多少 这样子会对预算的编制 你这样我听不懂 你不能讲白话一点 哪一个科目 比如 Name 英文叫Name 讲出来 哪一个科目 就是像有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 就讲一个科目 我目前还没想到 可是目前有 人家呼嚨啊 不能这样子 没有呼嚨 不能这样子呼嚨 所以你这个根本没有想法 主席长 当然今天不是你业务报告 但是及早 这个我下次还要问你 七成的法定支出 我们所剩无极 一年两兆 剩三成 六千亿不到左右 政府手上的业务预算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怎么编 我希望 第一个你怎么编 第二个你怎么编的问题是 我在礼拜二十几年 从一开始进来 就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盈余啊 那个叫卖股票 所以那个平衡都是假的 所以我有这个假装收入 就是售股收入 对不对 然后右边支出很固定 一定支出 但是收入的空的假的 根本是太多钱 然后呢 他编在那里 我主计处一天到晚干这种事 目前我跟委员报告那种 市股收入有限 市股收入有限 你现在开始编明年的预算了吗 有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环 这环是十几年来 几十年来的问题 我们国家长期来就是这个问题 主计处也好 主计总处也好 谁干主计长 都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 虚编收入 然后支出 何时 所以呢 弄得 警战 最近一两年 收入没有虚编 反而是有那个 收入是叫原来的收入为多 实际的执行数 好 最后一个 是 你对于 因为这个跟你有关系 所以我要请教你一下 那个 二代健保 过去来讲你很有意见 你主张 家户所得 现在还这样主张吗 我跟委员报告 那个现在已经不是我主管的 我不能够说三道四 不过我以前的意见 并不是主张家户所得 而是中和所得税申报户 那也不是我个人的主张 而是整个团队 当时一个研究团队的主张 就是 以后健保 就是直接从所得税扣就好了 不是 那个 那个所谓的中和所得税申报户 不是从中和所得税 一样 他只是说那个所得的定义 跟中和所得税法所得的定义一样 原来的规划是这个样子 好 请回 我们请主席 请你请回 谢谢 请一下那个公平会的长官好不好 副主委 来 副主委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 老百姓很关心的 你有在用手机吗 对 你有上网吗 对不对 是 请问你是不是用吃到饱的方案 我没有用吃到饱 你没有用吃到饱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的业者 很夭壮 他都让大家 求巴巴 然后开始 取消 突然就整个要取消 如果是这个是真的 到后来变这样 前面 让你吃到饱 用习惯了一千块 或者几千块之类的 吃到饱 然后呢 突然全部取消掉 这个有没有造成 一个联合垄断的问题 有没有 目前这个案子 我们已经立案调查 在进行调查的 结果怎么样 现在目前还在调查中 初步的信息 能不能告诉我们 目前在讲话是说 我们事实上也是在了解说 是不是各家厂商 是不是有联合的一些行为架构 那因为这个市场来讲话 如果确定联合会怎么样 你会处罚到十万到五千万的 而且可以连续处罚 可以 最后一个小问题 市场动作机构 IDC 以及CAMScore指出 Google Android 平台目前市占率高达八成以上 Google 平台 然后里面设定什么里面 Chrome什么之类的 这里面 有没有妨碍市场的竞争 因为它市场率这么高 有没有这个问题 Google 最主要是说 我们在调查 是不是它有滥用市场的这个 那个独占力 那市场高的话 并没有办法说 去证明说 它一定会去滥用这个 那我们查的 最主要是查它 有没有查吗 先要查 上次 我们手上有案子进行在 Google 对 要好好去查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黄伟哲委员咨询 黄伟哲委员请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是神计长 以及各位长官 以及主计长 以及各位长官 是不是请公平会 邱副主委 副主委 请问一下 刚刚提到好几件 其实我想到了你们 我提 我注意到了一点 说到联合行为 你们其实 这个公民会 主要的一个范围 工作的范围 或是业务的范围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 可能是涨价了 就公平会去查价 查价 就会这样 就是公平会去查价 其实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比较精确一点 或者比较这个 对于公平会组织法 以及你们业务执掌 我们比较去注意到的 应该是第一个联合行为 垄断这一类的 或者是广告不实这一类的 好了 这个之前有 先前有委员 针对你们到底财阀的绩效 你们收入多少 是不是这个适当 来做一个讨论 其实我们想提到 一个近一点的事情 你们四月间 这个 这个 对于运输业者联合涨价 你们开罚了七千多万 然后这个也发出这个奖金 请问 你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个财阀 你会不会像过去 你们好几次 许许多多次 包括IPP 包括台塑中油 这些的 甚至包括奶粉 到时候查一查都无疑而终 应该不会 你要跟你们宿愿的宿愿 这个打官司的打官司 甚至于连六百万的 你们那个中油台电 不是 中油台塑 那个六百万 你到时候六百万 那么轻的一个 那么重的 那么严重的 那么严重的联合行为 那么轻的财阀 你要都跟你抗告 都跟你宿愿 到时候六百万收到了没有 目前是没有看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案子 七千多万 事实上没有 多少年了 你想想看 对啊 就是 基本上有一些 才华来讲话 本身提出他的素验 不过素验 还是他的一个潜力 当然 当然 素验是他的潜力 对 你公平会要避免被人家说打假球 就是你在好几次 许许多多次的 这个失败的范例里面 你们能检讨出来一个了解说 原来素验会 各位委员 他们着重的点是在那里 如果他们是公正的话 如果他们是公正的话 他们着重的点是在那里 我们公平会财阀的时候 或这个 移送的时候 中间是哪里 去错了 或是哪里不符合 这个委员们的要件 然后呢 他们到这个行政法院 去打行政诉讼的时候 法官可能着重的点在哪里 对于公平法的理解的点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办法这个了解 有没有办法适合法官的着重点 就如同 我们知道打棒球 大家都知道打棒球 你知道主审的好球袋在哪里 他比较着重哪里 你做一个投手 你就要投到好球袋啊 你不能自以为是说 我就是要想办法用我的标准 结果后来还是被判坏球啊 一样的道理啊 你这个联合行为的这个裁罚也好 或者是说 其他的广告不实的裁罚也好 你们如果不能够了解到 宿院委员 除了你们作为主管关注 我可以罚你之外 你也知道说他可能很多 这个厂商 你刚刚也会提到 宿院是他的权利 很多厂商是会使用他的权利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宿院委员 他们这个着重的点在哪里嘛 你没有从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 得到多少教训 改正了多少行为 然后让你们这个财法的绩效 不能够成为绩效 让你们这个行事的行政效率啊 能够有所提升嘛 才不会被认为说你们在打假球嘛 是 就是说目前来讲话 我们事实上有对每个案子来讲话 如果有提出诉讼来讲话 我们事实上有针对说 法官本身的判决啊 他本身来讲话 疑点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进一步去讨论 那第二个来讲话是说 讨论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效果 讨论会有一些结果 为什么 譬如说有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法官对经济的议题来讲话 的分析他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有像我们现在都有成立 资金小组本身在做分析 那也是在强化说 那也是在强化说 我们未来再解释各方面来讲话 能比较 有办法去说无这个 这个诉议啊 或者是法官他们本身的一些 第一个对于这个裁法 对于这个所谓的 对我们的诉议委员 或者是法官 他的这个法律见解 跟对公平法的了解 你们本来 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能要去 去复合他们的了解 去符合他们了解的要求 你们才能改变 第二个就修法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行的 这个所谓联合行为的这个 这个界定 是很石板板的嘛 郭铭卫的第几条啊 第七条啊 第几条啊 14条 14条 联合行为 联合行为是以事业 以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的合议 那你怎么样去界定 譬如说其他方式 或是其他 譬如说 我们台湾几家面板厂 或台湾几家这个电子大厂 在美国 被人以这个 这个违反 这个以联合行为 反托拉斯法 判重罪的 都有啊 高阶经理人 有没有 是 那他们就是 这个美国法院不是 就是认为说他们在某个 某个餐会 某个酒会 大家有这样子同桌 这样聊聊 想说啊 这个什么价格 聊到价格 聊到怎么样 甚至 然后就被韩国的这个 这个厂商用 用窩里反的条款 拣捉你的台湾的厂商 嘿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没有契约 没有协议 这只是一个酒会的聊天 认为 讨论这个价格如何 你们的价格太高了啊 我们的价格太低了 怎样这样 然后就入罪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承诺 现在甚至在台湾更方便 以油价来讲 油价公司就在那里 中油油价公司在那里 那另外一家竞争者 就知道说 你的油价公司是怎样 下个礼拜 你会 会涨3毛 会涨2毛 会涨7毛 我只要找你 一个小时 你嫌太短是不是 好那我找一天 我找你24小时 我找你23小时 这样就没事了 他就直接变成 不是适用你们的联合行为 反而适用你们的跟随 跟随就没有问题了 人家知道这个巧门 你们还不去修法 然后就默示 所以人家才会认为说 你们是打假球2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这个违反公平法的构成要件 除了第一个是执法的人员 包括你们 你们的认定的标准跟门槛 跟宿院委员 他们认定的标准跟门槛 跟法官们 他们认定的标准跟门槛 能够趋于一致 之外在执法面 在立法面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法律 会造成很多巧门 很多方便 很多让这个业者可以钻的 漏洞在那里 我们就去补漏洞啊 这么久来都没看到你们 公民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 这个修法的作为 我一看到就是什么 要你们有类似的搜索权 扣押权 就是要这个东西而已 至于怎么样构成违法的这个部分 我没看到你们有多少修法的作为啊 那怎么办 我们在最近有修够法的 事实上也就是强化 这个联合的一些行为的一个架构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 也画放奖金等等这些 那其实来讲话也有合议 对合议的定义来讲话 我们这一次修法也有比较明确 去看说怎么样 就会达到合议的一个概念 我知道公民会其实 我们很希望说你们能够 本于这个职责啦 能够对于这些 这些所谓的对于这个富商巨股们 也好或是联合行为 他们的构成要件或怎么样的 能够在法律面能够这个做 因为我觉得其实民众对你们是有厚望 即便这个厚望有时候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他们误解了公平交易法里面的 所谓的这个对于价格的这个操纵 或是对于这个所谓的物价的评议 把你们的角色看得不一样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期望 结果你们不要讲说这个误会的部分 我们先搁在一边 就你们本业的部分 也一而再再而再让民众失望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是你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另外刚刚提到的手机的部分 你们说4G吃到饱 这个部分你们要去了解 了解的情形怎么样 我们已经立案调查 现在在调查中 立案调查了 对 已经有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 这个是个指老虎的威吓作为 还是真正在调查 我有注意到本来说 唯一它都要取消了 现在通常讲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方案 就各自用别的方向 像你把这个地毯掀出来 蟑螂就朝不同方向 自己就跑掉了一样 你们说的立案调查 他们都朝不同方向找 可是事实上还是 还是殊途同归 朝不同方向找 最后又回到说取消 那这样有用吗 你这个立案调查是调查真的 还是调查假的 还是因为他们朝不同 这些蟑螂朝不同方向走 所以这个所谓联合行为 他们就不存在了 所以立案调查就没有必要 到最后还是存查 那个不会啦 我们对立案调查来讲 事实上还是有它的一个作用性 因为立案的话事实上 我要来咯 我要来咯 基本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它的那个厚阻作用的一个概念 我希望说要有实际的作用 好不好 好 谢谢副主委 谢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冯委员会的另一位招委 卢秀苑委员咨询 卢秀苑委员请 主机长你今天决算 第一次到财委会来 我表示肯定 谢谢 那另外我想了解 过去你担任过健保局的局长 所以你了解健保财务非常的辛苦 可是那是台湾非常重要一个政策 那据统计呢 到今年4月底为止 中央主机总处还欠健保局541亿元 所以你还欠你原来的单位500多亿 那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还 对那个500多亿我必须说明一下 那个是对于他的所谓的说 那个政府要负担健保的 那个费用的36%的定义该怎么样 那 那个已经定了嘛 去年定了嘛 去年已经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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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健保局的版本 但是呢 也放宽了条文嘛 也放宽了也做了条文修正 所以已经帮主机总处 节省了100多亿 所以各让一步 那去年定下来以后啊 那这个一共欠了700多亿 那今年初主机总处先还了低期157亿 到现在为止还欠541亿 那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 不可以说只准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小老百姓如果欠费的话 就会被锁卡 不可以看病 政府随便一欠 这还赖了好久 去年协调的 还放宽了法令 让你们宽减了100多亿 那这样子的话 还欠541亿 那这已经版本已经定了 那你什么时候还呢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会逐年编列预算还 但是 小老百姓欠费可以逐年编预算还吗 不可以吧 他们就被锁卡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因为你们不处理这个问题 会产生让健保财务的周转困难 第二个健保财务的周转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牵连到民众 所以健保财务困难 你政府的钱不进来 就会产生什么1.5代健保 二代健保 大家多缴 搞不好你钱越拖越久的话 那他又产生三代健保 跑出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为什么我认为 应该要催缴你们原因 最重要的是 政府自己都欠债不还 那你怎么可以锁卡小老百姓呢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要提出来就是说 你说你要逐年还 我觉得太没诚意 因为小老百姓没有办法说 他欠费逐年还 没办法 那所以如果你们今年底不解决的话 那我要锁你们的卡 你9月初你们主计总处要审预算 我就锁你们的卡 你们的预算就不要过啊 如果你不把你们欠人价钱给解决的话 尤其健保这个政策是全民所有 那如果你们年底前不解决的话 那你今年9月的审查预算 我要锁你们的卡 你有没有意见 我跟委員报告 因为目前的健保财务情况是 比以前好很多 而且他有很多的结余 那目前财政很困难 那我们以国家为整体考量之下的话 我们不会影响民众的就义权益 也不会影响医疗给付的情况 怎么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缴二代健保 就是因为他财务收入不好嘛 那以至于说 大家必须来缴二代健保多付钱嘛 那你政府自己都可以欠钱 我们平均百姓大家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所有的健保费 你的健保费 在场的所有健保费 所有民众健保费 都分三期瘫痪 分五期瘫痪可以吗 目前是 据我了解健保的锁卡 是二亿欠费才会锁卡 那 假如说中低收入户 那他 或者一般的民众 他如果经济意识困难的话 那我就说我不是二亿 都可以不锁卡吗 他有一定的条件 据我了解目前被锁卡的 大概只有三万多个人 对三万多人也是人嘛 那一个是二亿的 我现在讲的是个态度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我讲的是个态度问题 如果政府自己都可以赖债不还的话 那你怎么可以锁小百姓的卡 那今天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只告诉你 如果你们年底前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们今年九月的预算进来 我要锁你们的卡 第二个 我看新闻很仔细了 是的 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 您有提到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这个可能很多的经济数字不漂亮 包括可能没办法保一等等之类的 你特别有提到 因为你是财政专家 预算专家 你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做很多的统计的时候啊 很多的这个项目啦 权重啦 要做一些调整 我就有点担心啊 你是不是要cheating要作弊啊 你今天如果把一些数据 权重做一些不同的调整的话 那你很可能出来数据就很漂亮 所以你五月二十七号 你们评议会 评审会要召开 你不会把原来的评审的项目 统计的方法 或权重的方式 或者是采样方式做调整吧 我必须跟委员报告 我不曉得委员的所谓的 我做权重的那个调整 是哪一个项目 我从来没有说 要对国民所夺的计算 要做任何的调整 我从来没有 你特别提到哈 我把那个报纸找出来 谢谢 你会后澄清 谢谢 就是说你在说 国家很多的主计总处的 一些发布的数字啊 很多统计的方法 包括可能权重 包括项目 包括它的这个采样的方法 这些你要做的感觉 我那个我是指物价调查 物价调查 对 是不是说跟民众的那个 他的生活的那个比重 对物价调查也是啊 你把一些方式做一些调整 结果说我们物价不太上涨 很稳定 那这个东西恐怕 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 名字代表就是监督 没有关系 我先给你一个信任 谢谢 你这个物价调查 如果要做任何方式 内容的调整 麻烦你把 用书面方式把资料送给我 好不好 谢谢 免得人家说你们作弊啊 不会了 我们是 缓映那个事实的数字 不会说去作弊了 对 公务人也没有必要 但是你为什么要做采样上的调查 很多的这个内容调查 你的理由是说 你要更符合实情嘛 对不对 但是我站在监督立场说 你可能是避重就轻嘛 我会担心这样子 没有关系 到时候 我们还是先有一个好的信任开始 那所以你要做怎么样的改革 你要物价调查的方式 要做怎么样的变革 麻烦书面给我们 好不好 如果我们有讨论 我们一定会跟委员报告 就是物价调查这一项 好 请回 谢谢 我们这个邱夫主委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周副主委 马上要过端午节了 那根据五月份的状况 看起来 我们有一些原物料 包括肉品等等 都还是居高不下 那个是 我们包种子 一个主要的原料 那我不晓得 新政府新气象 那你们今年对于 这个物料的 原物料的查查 端午节到了 有什么样的应用措施 你们最近 会不会开始进行 下去进行查假 对 我们基本上 都会在端午节或中秋节 或春节来讲话 我们都会一个查核的一个 现在开始了吗 现在还没有开始 不过 已经开始了 已经花文出去了 那 基本上来讲话 我们都会对糯米 一些 我们有关于包种子的 一些产品来讲话 都会查核 目前看起来有 这个主要的原物料 端午节 原物料上涨的情形吗 肉米有长 肉米有长 肉米有 肉跟米 包长到这两个上大行 肉跟米长 长就起序了 所以 现在是长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你们怎么样处理呢 因为量 量本身还不够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调节的 有长30以上吗 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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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了20左右 所以 一个涨可能起20% 如果它反应原物料的话 这可能要看看最后的结果 会涨多少 这个很严重 如果 上涨20% 也是个严重的数字 那希望你们加油 希望加油 跟各部会要 横向联系 现在如果说肉跟米 都涨20%以上 这还没开始 还没完全接近端午节 如果接近端午节 情况可能更严重 那不光是查假的问题 怎么样 平易的问题很重要 另外 我今天有个提案 因为我常常接到很多民众的反应 就是有关于GPS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民众的交通 开车仰赖GPS 那很多民众在投诉说 媒体有很多报道 那这个GPS呢 动辄数千元 但是呢 它内容有的是错误百出 有的呢 是没有及时更新 你给人家收的钱 你没有给人家正确的讯息啊 所以不但导致 它这个导航错误 甚至会导致别人发生生命财产的安全 像有些人 骑摩托车被导上 就有个外籍人士 媒体有报道 导上国道去 也有人导到这个 有一个女性的民众 导到湖里面 整个车冲到湖里面去 导到荒郊野外 导到田里面去 那个更不在话下 所以呢 这严重的违反公平交易啊 我给你的钱 你没有给我正确的内容 正确的讯息 那我就不晓得 这么多的事情反映出来 这么多的这个投诉 公平会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去查过 要怎么开发 你们怎么管理 这个如果是说 GPS来讲的话 它本身在广告上 或一些行为上 它本身有一些误导的话 我们当然会从广告不死的概念去 查询这样的一个GPS 当然是误导啊 他就说 我带 他就差没说 我带你上天堂啊 他是无所不能 他就说 我要 我要把你这个路线 我可以 你买了我这个GPS 你就可以正确的行驶啊 可是并没有啊 就差点把它倒到天堂去啊 那那在这种情况 发生过那么多事情 你们都从来 公平会成立到现在 从来没管过吗 因为这个GPS 可能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说 广告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 它产品本身的一些问题啊 如果是产品的问题 就会变成消保处那边 在处理这些的问题 所以可能 我们会去了解一下 你车上有抓GPS吗 你的车子有装GPS吗 都会装 你为什么会装呢 是希望能找到好的 就是说 你信赖它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花了钱装 对 是不是 所以额外加价嘛 比如你买新车 额外加价 要不然就是旧车 你会去买一个GPS来装嘛 对不对 都是你付费嘛 你是信赖它嘛 那所以这样的话 它有没有违反 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广告 你是看了 你认为它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导航效果 你才买它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有没有广告不实呢 如果民众买了 结果发现 导的方向是错误的 这样有没有广告不实的问题 好 那我们会去了解一下 这个GPS 多久之内 可以就国内市面上的 所有GPS的情形 做个了解 跟查查呢 第二个 然后把它公布 让消费者有所了解 因为这么多年 没人管这个问题 好 我也问过NCC 我也问过你们 公平会质询过 我也质询过 都没下文 然后让民众 暴露在一个交易不公平的状况 我付了钱 我还冤枉走错线 那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另外 还有可能 它本身 产生很多的 这个其他后遗症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 但是这么多年都没人管 可是它是小市民 非常仰赖的一个 一个东西 要好好的处理 多久可以处理呢 我想我们会在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内 好 谢谢麻烦你们公布 到时候资料给我 好 好 谢谢同学院 接下来我们请 徐永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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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明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徐国勇委员 徐国勇委员 请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 請副主委 副主委 政府是一體施政的 這句話你同意吧 同意 好 那我再請教你 你們公平會在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尤其對於有一些聯合行為 包括有一些反傾銷的一些行為 你們在這一邊的認定的時候 當然反傾銷最主要在經濟部 那這一些行為你們在考慮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 環保的一些問題 會不會去 也從環保的這些問題去考慮到 我們在處理 違反公平交易法 包括聯合行為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去考慮到這些問題 環保問題來講的話 只要能牽涉到公平法裡面的內容 包括說像上次胡思 本身來講話 本身在排放的一個議題 所以會考慮到 就是它是屬於廣告不實的概念 好 我要請教你 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水泥 我們看到水泥製造業 銷售的過程 我做了一個表 從石灰啊 雜料啦 變成水泥加上砂石化學藥劑 最後呢 變成玉瓣混泥土 然後到營造業到建商變成了建物 這裡面 我們政府要花多少錢 民眾要花多少錢 我們的成本在哪裡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壟斷市場對於公共工程的影響 水泥業 是一個寡讚市場 很明顯的 現在已經造成了一些壟斷的狀況 壟斷到底會怎麼樣 我相信你們都是公平教育的專家 水泥業在台灣高度壟斷 我們看到 2011年 遭到公平會重罰2億 你們罰了他們2億 因為他們有聯合行為 有一些壟斷的 台泥亞泥東南 他現在仍然壟斷這個市場 所以他是一個寡讚的市場 所有的儲存槽 現在問題來了 最重要在這裡 所有的儲存槽 都被這三家公司把持 其他公司 沒有辦法進來這個行業 也就是說 你縱然進口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儲存 你無從進口 然後再配合 經濟部 所謂的反傾銷 所以 完全壟斷了整個台灣的市場 然後再看 公共工程的投標 所以 他顯然是一個寡讚市場 又壟斷了台灣的市場 所以我在這裡要先請教 副主委 是 我們公平教育法第七條 規範的聯合行為 是哪一方面的聯合行為 垂直行為 算不算聯合行為 垂直水平還有多角化 都算是 垂直也算 對嗎 那 第七條怎麼規定 我 第七條怎麼規定 所以主委 我發現你對公平教育法不夠熟悉喔 對不起 因為我剛剛 誤會啦 應該是在聯合的架構啦 事實上我們對這個東西 並沒有去規範這個東西 以水平為主 第七條是規定 聯合行為 是以水平為主 所以我們在公共工程裡面 要去標一個公共工程的 標案的時候 想去標的人一定會先問 你後面一包多少 你賺金多少錢 窗戶多少錢 什麼多少錢 什麼多少錢 工資多少錢 他要先去問 甚至他們有時候會簽約 如果得到這個標 我水泥跟你買 我得到這個標 鋼筋跟你買 因為那個是整個垂直的 他如果不去計算這個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投標嘛 所以垂直的這個聯合行為 所以在基本上我們是不禁止的 沒有錯吧 是 是齁 這個觀念要弄清楚 所以剛剛我發現你 似乎有點compuse 那在這裡 我們再看 公共工程投標 要彈好一些物料的價錢 甚至有一些 你要用一些期貨的問題 去把它解決他們以後 施工的問題 好 這三家公司 一旦提高供應價格 極可能影響 一家公司 是不是有機會得標 甚至 他可能給 不一樣的 工程公司 不一樣的價格 譬如有一家公司 叫阿永公司 就是我 我跟他交情不好 一包水泥 他就要賣我500塊 別人交情比較好 賣450塊 他整個計算下來 當然他得標嘛 因為他價格會比較便宜 這個 你們根本就 無從去查起 你們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切 好我們看下一張 水泥 對台灣到底影響多大 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看到 等一下 上一張 這是我們最漂亮的 太魯閣 入口的斷頭山 要求我 美麗的山河成這個樣子 再看 河平西 中上游的水泥礦場 大家看到這一塊 這個都是土石流 最後造成的 很多台灣美麗山河的破碎 我們的美麗山河在哭泣 再看 整個山 黑到變這個行 看有夭壽 沒有夭壽 花蓮和平部落的 永世山 永世山的礦場 看一下 再看 水泥 對環境 污染這麼大 如果把我們祖先的山河的環境 送給了水泥場 看起來好像他 有做出一些貢獻 可是 我們付的成本更高 包括 很多的 颱風來的時候 這些風災水災 包括八八部落等等 跟這些都有相關的影響性 我們再看 水泥 高耗水 高耗能 高污染 低附加價值 極低的附加價值的一個產業 使用的能源 我們台灣的PM2.5 它貢獻最多 我們台灣的節能減碳 它沒有貢獻 而且 對碳排量 它貢獻又最多 我所謂的貢獻最多 都是害死台灣 環境的問題 自成 產生大量的粉塵 PM2.5 影響生態 破壞森林 亞洲水泥 仍然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我們再開採 我們再看下一頁 開採 挖掉了整個山頭 昨天 蘇阿公路 十幾個落石 水爐葉建築花蓮 原住民 他們擰到的地上物的補償 非常的少 然後被迫拋棄土地的使用權 所有權 流離失所在看到 沙石車 造成我們蘇阿公路 塞車 因為沙石車太重了 這些行駛的緩慢 這些水泥車 運送水泥的慢速貨車 影響自強號等快車的通行 影響了整個東部的開發 而它是一個低附加價值的產業 再看 水泥葉的汙染 花蓮的土壤 減出重金屬的汙染 這個多麼的嚴重 限制 花蓮港轉型為觀光港口的可能性 我現在把一一把這些都講出來讓你了解 水泥葉的利益結構 用的都是我們政府全民的錢 迫使政府興建大額無用的硬體設備 影響了招標的公共性 因為它用的都是幾乎不要成本的 在我們政府的 我們人民的這些土地 然後再看 好 我先把水泥葉告訴大家 所以我希望說 你們在水泥葉 上次開發兩億 我覺得 對他們太客氣了 尤其他們在壟斷整個水泥的儲存槽 我今天是 因為你們剛剛上任 所以我先把問題告訴你 先讓你去了解這一些 環境 是台灣的命脈 今天我先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那第二個問題 反托拉斯基金 那2015年 公平教育法第47條之一修法 推出了 反托拉斯基金 變了1200萬給你們 那這個基金要推動反托拉斯業務 我們再看最後一頁來 那這個關鍵指標 整個 整個 我這個資料都會給你們 我相信你們看到 所以 反托拉斯基金的這些施政的重點等等 到底 得到什麼施政的重點 我後面都給你打問號 問號 問號 看看 看看 第五點 他的KPI竟然只有550 第三點 資料庫的使用 年成長3% 沒有達到你們應該有的效能 所以我也把這個問題 把它凸顯給你們了解 所以副主委 是 我希望說 剛剛從一開始 我在問你 公平教育法相關的這些問題 我再問下去的話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你好像有一點confused 所以對於 這整個問題 我今天先提出來讓你們參考 尤其水泥業 我希望 環保團體的話 你們要聽進去 也不要因為說你們是公平教育委員會 你們的運作在獨立行使之前 你們說都不甩人家 也不把人家的意見聽進去 也不要因為你們是公平教育委員會 把這個責任都推給了環保署 因為這個 你們一樣可以對環保做出一些貢獻 所以希望你們好好去思考這些問題 這種高物來產業又高壟斷 又是寡讚事業 而且 水泥行業 他們的壟斷 因為三四間 他們在見面你也不知道 一個LINE的群組傳一傳 你也不會知道的 他們在做什麼 尤其對環境的破壞 他們在做什麼 希望你們好好的去調查去了解 我拋出這兩個問題 所以幾乎都沒有要你回答 但我希望你能夠了解 我下次會繼續追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國務委員 好 謝謝許國務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蔡培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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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培會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 林德福委員 好 林德福委員請 請 主席還有與會的各位官員 是不是請公平會的邱護主委 請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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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認為我們哪時候可以將我們出國的狀況 把它往上提升 就是游戶變成正 我知道 我跟委員報告 按照網例的話 大概是因為配合國外的需求 因為聖誕節的話 有很多產品都會在 所以說要拖到年底是不是 沒有 第三季大概 第三季 你認為就有機會 就是游戶轉正 變成一個正的成長 希望 有沒有訊息 不是希望而已 要有信心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只是負責統計數字 但是你主席的權力多大 不是只有統計數字而已 你有信心嗎 有沒有信心 我期望 期望 還是打問號 那我再請教你 因為最近我們幾天看到股市的行情 這幾天都有往上拉 對 那你認為往上拉 要是說 朱竹記長 要是說以這個 是不是已經到谷底要翻身 還是這幾天是慶祝行情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方面 我沒有權利帶其他人去打 經濟好 這個跟主席有關係啊 對不對 對 我們希望是經濟能夠變得好 股市能夠興旺 我希望說身為主席長在這方面 多去琢磨 多去用心 其實過去那個始祖記長 我對他批評也很多 是的 我沒有不分 我認為這個不分難率啦 主要就是怎麼讓經濟好起來 因為他過去只有統計而已 經常我說那你做個統計長好了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主席的方面不是說只有 做一些統計 然後就是發布而已 那個我認為 意義比較不大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會把那個統計的分析 去給各部會參考 但是因果關係 我不能夠 對啦 我了解 但是我了解 問題是 不要再像過去那個樣子 是的 應該這個要有所調整 你請回 我來請問那個 邱副主委 邱副主委 邱副主委我請教你 你們面對全球 全球化的這個浪潮 那國內有許多產業啊 業者啊 都朝向要合併 共組聯盟 以提升他的競爭力 那對於這個台灣不鏽鋼的這些產業 打算合組成立不鏽鋼產業 這個控股公司啊 那這個籌資300億 那以中鋼為首 就是中鋼作為領袖 來整合產值高達3千到5千億的這個產業 這個初期啊 是鎖定美國的市場 來建構整個全球的一個競爭力 那本席要請教 那個邱副主委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現在的這個合併案 是越來越多 因為應該算是一個國際的一個情勢 方面的一個發展 那你認為是樂觀其成 還是要提醒一些業者 應該要遵循一些法令 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 基本上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 對產業的發展政策這一方面 我們當然公平會這邊 還是會去配合去做的 但是只要他們要注意一下是說 他們的這種結合聯合來講的話 不要去限制到市場的一些競爭情況的話 我想我們基本上都是樂觀 當然你外銷我認為說 只要因為他等於是把它結合產業 讓他這個比較 可能節省一些人事成本等等 但是對外比較有競爭力 但是對內 不要去限制國內的這種競爭情況 我覺得我們都是樂觀結成 因為你對內總不能到最後變成 好像一個壟斷一樣 對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在這個 對不對 這個是主要的癥結問題 對 那個邱主委 因為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說 公平交易委員會 歷年來啊 處理案件類型 多集中於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以及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 有72.76% 這些案件都是透過民眾來檢舉 公平會才啟動調查 那秉習認為 這個為了有效維護市場 競爭秩序 公平交易委員會 應加強對 限制競爭行為的案件 之主動調查 那請問副主委 未來將透過哪些策略 來加強限制競爭案件的調查 現在目前我們主動立案調查的情況 一次越來越多了 但是因為不限制競爭 跟所謂的不公平競爭 這兩個屬性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不公平競爭或者多層次傳銷 它比較看得到 那限制競爭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到的都是一些獨佔啊 或者是說一些聯合啊 或者是基本上是一種 所謂的合併的一些行為嘛 尤其在聯合或者獨佔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比較隱形看不到的 所以目前來講話我們透過修法 包括聯合獎金 你有修法的打算吧 就是說我們已經修過法 事實上把這些法來講話 目前我們已經開始在漏施 包括聯合獎金 我們也有第一次 第一個案子已經 就有話號給檢舉的人 事實上這些都可以提升 我們在限制競爭的一些 一些案子會越來越多 邱主委我再請教你 因為電信業者紛紛取消第一架的試機 吃到飽這個方案 伊麗瓦院經紀委員會 決議啊 這個 這個 邱主委 你是我有收到NCC的資料 開始立案調查電信業者 是否有涉及聯合壟斷的行為 我們已經 已經立案調查了 有立案調查 已經立案調查 因為按照以往的經驗 調查需要多少的時間 就要看那個案子的大小來做判斷 通常我們都是維持在六個月裡面 會把案子結束掉 那要是說 確實他們是聯合壟斷 那屬實的話 那業者要面臨的處罰是怎麼樣的處罰 一般政長來講話就是說 這種聯合行為十萬到五千萬 如果再次換我的話 我們就會加倍 一直滑下去 那個 副主委 因為公交委員會 針對九家民營電廠 這個違法聯合壟斷的行為 除縱罰 之行政訴訟 那 這個 那裁罰最高 這個六十三億兩千萬 那最高行政法院 將原審判決撤銷 發回台北高院 這個行政法院重審 本席認為這是指標性的案件 那從一百零二年開始 已經拖到現在有三年了 還沒有辦法透過施法來判決確定 那公交會 你認為需不需要再努力啊 才能夠獲取勝訴 我們對這個案子來講話 我們主委 事實上有設一個鑽難 我們幾乎 有時間就會去討論 因為這個案子來講話 是 就像委員講的 是一個指標性的 一個案子嘛 所以我們對這個案子來講 非常重視 我是認為這個一定你們要 比較下一點工夫 是 然後針對這個 因為這是指標性的一個案子 是 那個 公交會 公平交易法 去年啊 三讀通過 增定合一推定條款 那未來公平會 會依市場的狀況 商品服務的特性 以及啊 這個成本利潤考量 及行為經濟合理性 等四大因素 直接推定業者事我有 涉及聯合這個行為 例如可以透過這些業者 這個 兼的這個 通年紀錄來推斷 事我有違法 那業者必須護起違法的 舉證責任 就是 沒有 護起未違法 他沒有違法的這個 舉證責任 讓才華更有效率 那請問 這個副主委 對於業者聯合行為 與壟斷的這個處罰 依現行法令 還有沒有需要再 調整之處 基本上 現行法要講話 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經有 所謂的 經濟獎金 有這個 合議的這種 立法 本身在講話 還有一些寬訴政策等等 我們三個一配合 事實上對我們在 執行上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說你認為說 像這些 這個 其實我認為公民交易委員會 很多就是要你們要主動要積極 不是說被動式的 讓民眾認為說 這個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你們才去了解去調查 你們要是能夠主動積極 會讓人民感受到說 你們都有在注意 這個 其實 這個 公民交易委員會 可以扮演很重要很重要 一個角色 好 好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謝謝 下一位委員質詢之前 先向委員會做一個報告 因為我們佩蓉泰委員已經到現場 所以我們 等佩蓉泰委員質詢完 我們休息十分鐘 大家上上洗手間 好 我們現在請蘇正清委員質詢 蘇正清委員 蘇正清委員 蘇正清委員不在 我們請佩蓉泰委員質詢 請佩蓉泰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各位我們在場的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一下 我們主計長 主計長請 主委長好 想請教一下 可不可以談談我們今年預估經濟成長 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把麥克風隊的聲音大聲一點 今年的陳長預估是在 因為要5月27號 國民所得評審會議的時候 才會有結果 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公佈 你來預估一下 你不要推給別人 你現在在這位置上 你就是行政院的主地長 你們的預估是什麼 我們希望是說能夠 儘量是能夠保一 減量保一 對 一年才過了5個 還不到5個月 你們就那麼沒有鬥志 你們充滿了失敗主義 上一季的估計是 後來修正為是0.68 0.84 後來修正為0.68 所以就像林全講的 所以你也不敢超越林全 是負的0.84 0.68 我說叫全年 全年的話我們希望能夠保一 希望保一 希望保一 對 可不可以再談談我們現在的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現在我們有沒有大幅的成長呢 跟委員報告前四個月是漲1.9% 那我們會密切注意端午節的情況 前四個月1.9%相對於去年呢 去年是負0.3% 所以我們物價是有波動 還在合理範圍 那波動了哪些東西啊 蛤 波動了哪些東西 蔬菜跟水果類 蔬菜跟水果還是什麼 端午節的那個硬節的一些包種子的材料 是有上漲 那個全部的物價裡面佔了很多嗎 沒有很多 就是啊 輸在水果的時候全數是比較高 好不好可以請教一下 我們物價上漲1.2.3.4月份分別是怎麼樣 就是說它的物價上漲率 物價上漲率1.2.3.4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到底物價是長成什麼樣子 對我請不了單位 1月是0.81 2月是2.41 3月是2.01 4月是1.88 那到底是哪些東西漲啊 難道整真的只有 蔬菜水果它幾乎 蔬菜水果在整個物價裡面的全數 不是很重的啦 蔬菜水果占百分之3 蔬菜水果占百分之3 然後呢 就是因為這兩個要東西 含害跟下雨的原因 好 再談談 你剛來你也是在這個領域待了很久 不要一問三不知 好不好 謝謝 不能說還要給你一段時間 沒有時間 因為你在學校教書了很久 在這個領域待了很久 照理說你的腦袋裡都應該要有東西 再請教一下我們的失業率呢 失業率現在是3.86 這幾個月下來怎麼樣 稍微有一點點上升一點 從多少上升到多少吧 相對於去年比較呢 比上年同月增加0.23個百分比 我在想 我們要去救我們的經濟 經濟成長率不能只看天吃飯 請問你們有沒有什麼樣其他的方法 想要讓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可以讓它好轉 有沒有什麼方法 因為現在是 因為那個我們那個就是目前的那個資本行程 是比較富的成長 以及對外的輸出 商品跟勞務的輸出 是一個富成長最主要的 但是國外的因素 我們比較不能夠掌握 但是國內的那個因素的話 我們盡量去這個掌握 所以說從政府部門能夠掌握的就是希望 經濟成長裡面是出口減掉進口 加上政府支出 加上民間支出 加上民間的投資 民間消費民間的投資 那政府支出裡面 聽說你們現在不是盤點了一下 過去三年還有將近900多億的 這個公共建設的預算被保留嗎 難道你們不能把他快速的加入 對對我們的努力就是 那我再問你要講啊 有那我必須說明一下 那個就是說我剛才是有 就是我們希望政府部門的 有預算的科目 哪些嘛你不要管 我不要想形容詞 你告訴我你預計要怎麼做嘛 我們會催那個 如果說你凡事都沒有作為 誰來當主席總都可以喔 對我跟委員爸爸一樣 不見得需要你來嗎 不是這樣子嗎 就是因為你 告訴我你有什麼方法嘛 那拿著所有審來嘛 我們現在國發會在統籌處理 那我們會請各部會 隨時提供資料 然後就是要跟那個是怎麼樣 你的意思說我不該問你 我應該去問 沒有沒有沒有 我發會 對因為他們 我們是提供資料的統計 那你知道 你提供資料最多的是在你們那裡啊 那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樣的方法嘛 去給國發會說該怎麼做 那你的方法呢 我想聽到你的方法 如果說你認為你都沒有方法 那把那個行政 裡面主席總是把它避引到國發會 不就好了嗎 過有過的功能 那對 你的功能是什麼嘛 我的功能就是稅計 會計跟統計 你在耍嘴屁是喔 沒有啦 我的工作執掌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你要提出方法來 不是自由會計統計 方法是整個團隊啦 我必須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跟你講說 還有900億這幾年來 還有900億的錢 還沒有投入到公共建設裡面去 你們打算要怎麼做嘛 我跟委員提到 我們會很 就是要請他們 加速的去執行 不管是普通基金 跟營業基金 透總基金 都要加速去執行 那什麼時候可以加速呢 那個 就是說 我們會跟過 你總要告訴我有哪些東西嘛 你不要跟我講一個形容詞 有哪些東西要如何加速 什麼時候加速 這總可以問吧 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執行率就是那個 佔的比重比較大的 就是像交通部啦 經濟部啦 教育部的話 我們會請求他們說 要趕快說有預算的 趕快去執行 而且檢討 為什麼說沒有執行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執行完畢 這就是你該說的嘛 而且要講的 我們問你要講的仔細一點嘛 怎麼讓我們知道 你到底從哪一方面來著手 看看你的能力如何嘛 對不對 不要說動動整體團隊 那是不是我要該 你的都不要問了 直接去問林全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意思 莫名其妙真實 我要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在編106年的概算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那你們打算是 有沒有打算要採取 擴張性的財務政策呢 沒有 沒有 我們是維持著稅初規模 在去年的一個歐度裡面 而我們希望是說 重新以林基預算的精神 去檢討說哪些可以目的 喔好 你提到一個林基預算的精神 請問你可不可以 舉幾個例子給我聽 你看 明年在政府的公務單位的預算裡面 有哪幾項東西你想要採取 林基預算的精神 有哪幾項 哪幾項 就像用人費用 什麼意思 用人的費用 用人的費用 林基預算 對我們希望 你是要把哪個單位 要把它舉一個例子 我們不是說裁掉 他們重新檢討一下 有些業務 是不是說 可以在目前不需要 可以移緩救急 移到目前所需要的 那個單位預算不要 那個單位事情不要做 把那個人移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那個單位預算不是 我是說 那個單位預算裡面的一些計畫 欸 我不該講說我很懂喔 但是 我不陌生喔 我寫過類似這樣的文章 寫的還蠻多 請問用人方面林基預算 你舉一個單位的例子給我聽 不要用虎的喔 我還很少聽過某一個單位 在我的組織辦法 組織辦法固定就是這樣子的 我可以把這個單位的 人的費用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那個計畫 你舉一個例子給我聽你看 就是說像有些那些 你來到這邊不要用虎的喔 你在需要教書 我們也是喔 我在立法院不會講假話 可是你想說 你提到林基預算 怎麼個做法嗎 你說人的單位 人的 人事費用 怎麼個做法 我們會跟那個 因為人 我們會跟那個 部會首長講說 他要安排他的優先順序 好 我來慢慢問你 用在人的林基預算啦 你給我一個報告 讓我知道 你們到底該怎麼做 好吧 主席要求他 他講說 106年的 預算裡面 採林基預算 他舉一個例子 從用人的方式 給我一個報告 好 主席長 副委員的要求 就請你做出書面來 答覆一下 副委員 我們休息10分鐘 大家 洗洗手 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敵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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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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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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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 感谢观看 不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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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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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作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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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我们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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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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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對大陸粗糙一千億美元的這個差距 或者如您政府所說 如我們現在政府所說 南向政策可以開創更大的商機 比去大陸還好 比西進政策還好 希望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說明 主席另外我想請一下公平交易委員會 來 副主委 副主委 你好 我也好 過去啊 黃平衛的這個調查財閥 累計一共有總金額是29億6千多萬 這個資料顯示是這樣 這些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繳交國庫只有4千多萬 基本上講話有一些是因為分期付款 有一些講話是說要確定以後 他才會進來 所以大概的情況 那現在講話當然是繳交國庫為主 是 這些收入大概有30億左右啦 收了這些錢以後 他的流向是怎麼樣 你說在國庫 在哪裡 你有沒有做好監督的工作 請你回去 因為時間關係 請你陀上了解一下 另外本期關心啊 端午節快到了 你們要注意啊 公平交易委員會啊 不要有什麼肉粽 肉粽 糯米 或者是蒜頭 又大力烘毯的情況 聯合壟斷的情況 這個部分 請多多來照顧民眾的民生問題 好不好 好 我們有一個查爾計畫在進行 好 我們今日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達詢完畢 我們做如下決定 一 報告及答詢完畢 二 我們由委員陳奈素媒與婉如兩位 所提的書面質詢 我們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覆 還有第三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的部分 我們請相關主管機關在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那第四 委員質詢中所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我們請在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那現在我們來處理討論事項及提案 我們再請議事人員宣讀審查項目及臨時提案 有議案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瓜武函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繼表案審查項目 單位決算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 現在宣讀委員之提案 經常接獲民眾反映市售導航裝置 瓜虎GPS動輒數千元 但內容錯誤擺出也未及時更新 以至民眾被導航至錯誤路線地點 甚至可能發生性命財產危險 例如有機車騎士被導航入上國道 有女性消費者被導航衝入湖中 導航入田中荒郊野外 更是經常家常便反 公平會因盡數進行調查 制定管理法規及法則 以確保消費者權益達成公平交易之目的 提案人委員盧秀燕 年熟人委員賴士寶 甄明忠 宣讀完畢 盧委員 剛剛好像有我們溝通過 是不是改為 把管理法規及制定法則 改為並依法處理 沒有問題 OK好 感謝盧委員 那這一個議案 請問跟我們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剛剛在答詢的時候 那個公平會有沒有意見 兩個內要做出一些書面的答覆法 OK好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都召喚通過 好 那請問各位委員 現在我們對審查項目 以及剛剛的提案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均召喚通過 那審查結果 本次審查有關單位 預算是執行政策的實施 及特別事件是審核救濟等等事項 我們均召列 再請教各位委員 對於審查結果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就通過 那本次會議議程全部進行完畢 我們宣布上會 請問大家 請問各位 ved我 請問大家 那為你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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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